世界脈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C澳洲留學網紅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 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靠您對澳洲留學移民投資房屋有興趣嗎 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子每一次我們的OPS Jerry出來 你都會看得到他啦 特別幫他修了一個台詞 大家覺得怎麼樣 OK Jerry跟大家問個好 大家好我是Jerry OK好那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開始有疫情又好像有點灰 超討厭的 而且這個禮拜台北都有疫情的 對啊 那我自正已經脾氣很好 就是報疫情這種東西報了大半年 我真的覺得這一整年 不是大半年啦一年 對啊 真的不太想報這個 就是感覺都不能鬆懈 一下子 南澳OK 然後現在突然又雪梨 然後台北已經 那麼久沒有本土案件 竟然還是會破功 這個很討厭 紐西蘭的機師 對啊 然後就 這不是我們今天要聊的問題 那這個也不會 因為是昨天台股有大跌啦 昨天喔 昨天台股有大跌 昨天大跌啊 昨天突然間是 漲上去 然後突然間 欸我發現 怎麼 因為消息的關係 自由落體 然後我就去查了新聞 後來發現 原來自己有確診 對啊 anyway 那希望這個澳洲的房地產也是這樣子 然後突然自由落體 然後腰斬 自由落體的時間已經過了 對 好那我們今天就跟我們上禮拜講的一樣 我們要了解一下一些 這個 買地之間 對就該放置 一些一些 你這邊給一些消息 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在之前 我們先了解一下最近的 房屋買賣狀況 對是今年年底 因為現在澳洲已經是 最後一個 對他們現在都在 Christmas Party 都在放假 有點像我們台灣在尾牙 他們一直都在吃了 吃吃喝喝 都在外面玩 所以這個年終結算 那基本上 這整個充滿驚險的 2020年 這個充滿驚險中度過了 那現在我們看這個 最後一週 今年最後一週 這個維州 新州 清空率都已經站上八成了 而且 Private Sale 其實都非常好 都已經在2000上下 連昆州也都是一樣 都接近2000了 所以這個房市的交易量樂度 我認為就是繼續這樣下去 但是 就是看雪梨了 雪梨就是 因為它做了一種澳洲房市的領頭羊 它不可以 不可以出問題 不可以出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 它如果疫情就是 如果就是沒有控制好的話 這個 就會像維州一樣 就是會停很久 OK 好 然後這個數字跟我們報告一下吧 好 等於是今年Christmas最後的報告 這今年以來 這整個那個 這個 房價表 對要放大一點 OK 好 等一下 好 這樣子看 這個雪梨目前 就是今年以來 就是漲2.5% 然後 墨爾本是-1.5% 然後 布里斯本是漲4.3% 那 這一年原本很多 預測都是說 會跌個10幾 20% 甚至30%都有 但是我覺得那個多 我們是希望50% 我知道啦 可是真的沒辦法 現在整個 基本上都是一直在往上了 那如同剛剛所說的 這個雪梨 作為這個澳洲房市的領頭羊 千萬就是 不要有什麼 疫情一定要控制好 如果疫情沒有控制好 至少 你看今年 我已經活生生看到 墨爾本的雪梨林的例子 如果一個 一個 這麼大的城市 如果因為疫情沒有控制好 要讓整個房市的交易量 或者是房價受到萎縮 這個會 其他的這個交易信心 就會受到 受到波及 其實說實在的是 應該是政府的一些政策 防守防住了啦 防住了 讓那個病毒進來 然後只讓 墨爾本-1.5%而已 對啊 如果沒有這些政策的話 可能會更慘 就 我認為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 就會像 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預測就是 墨爾本 就是跌5-10%之間 然後雪梨跟布里斯本 會跌5%以內 那真的就是因為 有這些政策的東西 所以會讓這整個2020年 就是充滿金錢都度過了 好 那所以 我要提的就是 趁著今年年終 想要有一個 這個 2021的方式觀察 我自己有列六個啦 喔 來說說吧 第一個 會腰斬嗎 看起來我整理出來是 都沒有 那那有什麼好預測 第一個 這個 我認為這個整個買氣 這整個購買需求 還是會維持在高水位 因為現在利息這麼低 其實現在有時候認真算一算 其實你租房子 不如買房子 在澳洲 對對對 如果利率這麼低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首購族 就像你說 政府的補助政策 然後還有新州跟維州 他們的印花稅 這種減免的政策 實際上它就會讓這個整個買氣 如果沒有意外 2021還是維持在高位 然後第二個 這個Home Builder Home Builder 因為它延長到三元 因為Home Builder 算是今年最好的一個政策 真的是算最好的政策 它又可以拉抬這個失業率 就是讓就業率 就是不要維持住 然後又可以讓這個新建房 這個整個刺激交易 整個交易量會被刺激出來 那延長到三元 所以我認為這個買氣 至少就是Christmas之後 至少明年的第一季 它一定還會再後租 好 第三個其實我是比較擔心的是這個 市中心公寓的租賃市場非常嚴峻 因為現在我們目前在那邊幫房東租 其實都是在找房客 房客真的很難找 因為現在國際學生沒有去 然後海外人士也進不去 所以我們在找租客 游客跟商務人士減少 對都沒有進去 所以我們都很盡力的在 把這個租客給留下來 幫房東把租客給留下來 那這個東西是一定要需要注意的 希望這個疫情趕快讓它好轉 大家才有辦法過去 不然真的都過不去 那連帶的你這種租賃市場 它也會牽涉到未來這個新屋 尤其是公寓房的買賣 因為現在雖然有這些政策的支持 但是我還是 我自己本身的感覺 就是政府就是那個批文量 還是不宜給它放大 因為實際上 現在公寓的批文量是有上升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不要上升的太多 因為你這樣才有時間讓這些 舊的這些漁物趕快慢慢去化掉 工序盡量讓它平安一點 不要到時候一片看好 結果你房子又蓋了一堆出來 可是人銜接不上 現在還進不去 因為疫情看起來還不明朗 甚至有疫苗 我們還不知道疫苗到底有沒有效 因為那個病毒變走了 然後我昨天看新聞是 疫苗也會跟著upgrade 真的 那可不可以追上那個mutation的速度 要看upgrade速度怎麼樣 我是覺得就是 你去等疫苗這個東西 我覺得還是像台灣一樣 我們至少先戴口罩 就是保持社交距離 然後勤洗手 就是我們只能再沒有疫苗 因為有時候想想 我們台灣根本就沒有人 理到我們台灣有沒有疫苗 對啊 對啊我們只能靠自己 是啊 OK好 沒辦法 好那我們來聊聊 好 蓋房子嘛 是不是 好那我們來看看 你今天帶給我們兩個網站 對 這兩個網站 實際上都是 那邊的建築商的那個網站 我們比較常在配合的 那 我 你可以邊拉邊 看一些video 或者是他的照片 那 要讓客戶知道 建築商 實際上他只是蓋房子 就是你所看到這些照片 他不敢放的太大 實際上他只讓你知道 他就是蓋房子這件事情而已 實際上如果你有看到 甚至有篱笆 有綠化 有車道 還是甚至有外面圍牆 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是外加的 其實那是外加的 就是就蓋一個房子而言 那我可以讓大家也就是有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如果這種一層的 像這種一層的 他的土地面積如果大概 你就抓先抓 200平方米好了 就抓200平方米上下 像這樣蓋個一層的 就基本的 就是人可以助你看得上眼的 你就抓大概30萬 澳幣 然後如果是這樣子 200平方米這樣的大小 如果是蓋兩層的 你就先抓50萬澳幣 因為這個 其實這個 大概在幾年前 就是我們剛剛有一個客人 他就是在宜蘭有在開民宿 然後他說他在宜蘭蓋房子 跟在澳洲蓋房子的成本 差不多錢 真的嗎 對那個時候 不過也是因為那時候的匯率啊 可是那個時候台灣的房子 就是造價也比較便宜一點 可是現在我認為都貴了 可是如果你現在就目前來看的話 你心裡對於那邊 地你買多少價格 我不知道 因為地大小或者是好壞有差 隨便地啊 跟只有靠綠地 或甚至你這個地有沒有平整 也有關係 可是就蓋房子這件事情而已 如果你就先抓200平方米左右 一層大概30萬 如果是兩層大概有50萬 這個是否建房子這件事情而已 還沒包含土地 這個還不包含土地 那像除了蓋房子 你還需要注意的成本 大概有哪些 比如說像我剛剛提到 高低整地 像這個地有沒有平整 如果不平整的話 你要讓它整地 那個又是另外再加上去的東西 然後濾化啊 你濾化做到什麼地步 像我自己是很喜歡弄一個 小鍋靈可以練成 像你又做 如果你要再 upgrade 做這些東西 那個就要另外再加錢上去了 那還有磁磚 甚至你那個 你要你的綠地是你要一整片全部都是草地嗎 因為如果是草地 以後維護也貴喔 那你會大部分人都會多加一些磁磚了 就不要長那麼多草出來 那個也是 然後還有內裝 那個燈要弄什麼樣的 然後你的冷暖氣空調 比如說甚至木屋本 如果冷一點 你還有地熱 地熱的那種暖氣 是從地熱的 因為那邊冬天會很冷 所以所有的東西 泳池 泳池你要不要做 那個都不是建築商在做的事情 那個都是另外外包的 所以這些零零種種加起來 就是一句話 就是你永遠你要設計你自己想要的房子 那個是非常high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永遠都是跟你的理想預算 絕對是超過啦 今天如果我們剛剛講說一成三十萬 你這隨便弄大概就又double去了 但是辛辛苦苦弄成一個自己想要的房子 那個過程其實是 是一種成就感 其實那是很大的成就感 然後那個原則上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就是找熟地 我們還是這麼建議 雖然我們可以去幫你找 但是 當然是找熟地啦 有人會叫你去找不熟的 有啊 就是他自己當成開發商一樣 那這樣太累了 那真的很累 那我們都還是建議就是 辛苦的事情交給開發商去做就好 我們去找那種開發商 他已經跟市政府都已經 批文都拿好了 地庫都已經拿好了 那這塊地我們怎麼去發揮 因為就比如說像神仙灣 神仙灣那邊有很多就是 靠近高爾夫球場啊 或靠近這個水冰 就是你有可以蓋碼頭 那個機器就已經很嗨了 他那個地就是讓開發商去找到 我們來買就可以了 不然你自己再去找 然後重新整個流程再重新來一次 那非常礦日備值 是是是是 這個3D的還蠻好玩的 跟現在看來看去的 對 那其實如果你就是像我們提到 就是Kimp Hill啊 或者是這個Rochdale啊 都附近這些地啊 就是已經有 開發商已經有地的 這個我們去現場幫你拍 這個都可以 不過現在當然拜科技之次啊 現在開發商都會做一些3D的搞 讓你去看他的展房長什麼樣子 嗯 方便已經方便很多了 嗯 當然就是希望 明年這個疫情趕快好轉 大家都可以過去澳洲一趟 看房子 好強過去 那除了這個買地以外 還有這些 你自己個人還有什麼其他的 建議除了要買熟地以外 對 那如果初步的話 應該是先建平房呢 還是建兩層的 要就建兩層了 要就建兩層了 我覺得 當然要看這個P文 因為如果這個P文 這邊只能蓋一層 當然沒辦法蓋啊 像 我注意到布里士本還比較沒有 像墨本可能比較貴 他還刻意 他只 比如說他限制你蓋兩層對不對 可是他並沒有限制你可不可以挖地下室 喔 可是挖 往下挖更貴啊 對啊 可是有的人真的要他就是 就是在挖 對這個書面也讓大家知道 就是挖地基這件事情 實際上是更貴的 挖地大概會花多少錢 預估 我預估喔 我認為要花個十幾萬 二十萬要 差不多啊 那不如挖一個游泳池就好了 游泳池好像一兩萬就有了 對 可是有人挖地下室 墨本我有看過一個很有趣的 他挖地下室 他把他的地下室變得很 有桑拿 有蒸氣室 感覺很像劇院那邊 很有感覺 然後撞球台 然後 Videoroon 就是真正的Videoroon 那個Videoroon是 可以做八個人十個人的那個 家庭劇院 很像小電影院的喔 我的媽呀 因為你在上面蓋這些太浪費了 但是他就挖地下室 然後因為隔音 多花十萬去挖這個 他把它變成就是他在可能 我在想可能就是朋友來玩 比如說影院劇院還是音樂大聲的時候 你不會吵到人家 不會吵到隔音劇啦 因為澳洲比台灣更注重這種安靜喔 不然你會被投訴喔 對對對 會被投訴 是是是 好那我們感謝Jerry今天給我們的這個Videor 跟我們介紹了這個買地世界的一些東西 那當然如果你對房地產還有什麼其他問題的話 歡迎你提問我們可以在之後的Videor 再跟大家做更多的介紹 本週六也可以啊 本週六在台南 在台南的香格里啦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過來 好那我們謝謝大家觀賞囉 那我們Video就到這邊 謝謝 掰掰